火箭女孩的西游大冒险 十 迷路 这里是哪儿 罗西站在一条路中间嘀咕着 我是怎么来的 她看了看四周 孙悟空呢 刚才她还在我面前 罗西观察了周围的环境 她确认自己还在山上 但是山下一片黑暗 也看不到美罗城 这时另一条路的尽头 走来两个妖怪 大王抢回了他的山 现在可以放心了 高妖怪说 矮妖怪点了点头 真期待今天的宴会 终于能吃唐僧了 然后我们就能 双声过来 两个妖怪同时说 然后他们哈哈大笑 高妖怪的肚子咕噜噜叫起来 真想马上吃 矮妖怪举起手 让他安静 噓 有人 两个妖怪躲在一块巨石后面 看到一个女孩走在路上 她穿的衣服好奇怪 矮妖怪说 不像是这里的人 我们吃了他吧 高妖怪贪婪地说 等等 矮妖怪小声说 有人来了 罗西也听到有人靠近的声音 突然 几个长相丑陋的男人走了过来 嗨 你们好 罗西向他们打招呼 能告诉我 这里是哪儿吗 一个男人走向前 手里拿着大大的木棒 把钱交出来 他大喊 罗西翻了个白眼 你吓不到我的 男人跺着脚走向罗西 罗西的眼睛发出激光 木棒一下子燃烧起来 男人扔掉了木棒 罗西笑了起来 其他人看起来很害怕 他是妖怪 快跑 看到了吗 矮妖怪小声对高妖怪说 高妖怪点了点头 他的法术很厉害 你说 他是不是薰衣说的那个女神仙 肯定是他 矮妖怪回答 罗西沿着路往前走 这下麻烦了 他心想 天这么黑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 要怎么回家 就在这时 两位老人走了过来 孩子 你迷路了吗 老爷爷问 罗西看了他们一会儿 觉得他们看起来很友好 可以相信 于是他说了真话 是的 我迷路了 你看起来很累 老奶奶说 我们在一个地主家工作 地主很善良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他会让你住一晚的 罗西跟着两位老人 来到山上的一座漂亮的大房子 老爷爷给他拿来热腾腾的食物 老奶奶带他去了舒适的房间 罗西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罗西和地主一起喝茶 你是这里的人吗 地主问 罗西摇了摇头 地主靠近罗西 你来自另一个世界吗 罗西耸了耸肩 好像是吧 我住的地方和这里完全不一样 地主笑了 你还有强大的力量 嘿嘿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